警方以扫毒之名绑架和虐死韩国商人 迫使总统下令暂停警方击毒大战 但在这以前已经有7000名所谓的毒贩送命 按照反毒战的目的 在大批毒贩死亡以及血腥手法所引起的威吓作用 当地贩毒情况理应减少 但扫毒战才暂停短短三个星期 马尼拉贫民窟的毒品交易已经有卷土重来之势 不过这些毒贩只是转到地下暗中行事 菲律宾政府铁腕扫毒随时要了人命 但说到底严厉执法终究治标不治本 贫困问题助长贩毒活动一切就像烧不尽的野火 更甚的是现在要获取新毒品供应也难如登天 在物以稀为贵的大环境下 毒贩还能大捞一笔让更多人愿意铤而走险 毒特地扬言要成立新的扫毒司令部 昨天却大动作逮捕反对扫毒战的参议员德利玛 民运分子认为政府企图压制异议分子 转移各界对反毒战侵犯人权的批评声浪 感谢观看